大家好 在今天 你有沒有感覺到 白天的溫度明顯的上升了 這日夜溫差相對的明顯 還是要提醒大家 早出晚歸的朋友 騎車穿著方面 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就來看看什麼 看看今天的一些觀測資料了 先來注意到今天清晨 最冷的地方在哪裡 在昨天氣象裡面 我有特別一直提醒 在中南部的平原空曠地區 會有輻射冷卻的作用 加以輻射冷卻 清晨的溫度只有8.7度 溫度狀況在天亮之前寒冷 不過這個寒冷的感覺 到了天一亮 太陽一出來之後 溫度整個上升了 而且連北部的溫度 也上升幅度明顯 今天中午最暖和 應該算是最舒服 不算暖 因為只有24度 在高雄的溫度是到了24.1 但要注意 蘭嶼的陣風到了今天晚上 仍然偏大 剛剛看觀測資料 還是在那7級的陣風 所以在蘭嶼海邊活動 海上作業的朋友 要特別的注意 不過溫度最凍的地方 當然就一定是我們最高峰 玉山3858這個位置的 北風觀測站了 溫度只有0.4度 你有沒有注意到 跟前幾天冷空氣下來 這個玉山溫度動輒 在零下6度到零下7度 今天清晨的溫度狀況 反而是上升的 因為冷空氣的強度減弱 這麼一減弱之後 日夜溫差相對的明顯 早出晚歸的朋友要注意到保暖 接著我們來講跨年 跨年的話 西半部地區是天氣晴 西半部天晴 東半部地區 倒是雲層量比較偏多 所以跨年夜的晚上 你在宜蘭 花蓮或台東跨年的話 雲多伴隨著到了午夜以後 還會有短暫雨出現 因為風向吹著東北風進來 我們就來講一講 天氣狀況在未來幾天要怎麼變化 我們先來看到 這一張動態的雲圖 動態雲圖當中 你可以注意到 紅外線的雲圖當中 今天有一些淡淡的雲層 通過了台灣的上空 北部沒通過的時候 所以北部有陽光 但中南部雲層在通過的時候 使得南部地區的高溫也上不去 就是這個雲層 再來我們往海南島這邊看 你有沒有看到 還有水汽在輸送 再來從哪裡來 從中南半島這邊過來的 我們就來看這一張 色調強化的雲圖了 從這一張雲圖當中 先注意台灣在這邊 水汽的發展還滿遠的 從印度洋這邊的低氣壓 長城輸送通過了中南半島 通過了泰國灣 而逐漸的往我們台灣的方向 在輸送 所以這個長城水汽的輸送之下 使得我們今天 高空當中的雲層量多 不過我為什麼要講這雲層 因為等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時候 這個雲層水汽進來的量來說 會變得更多一些 所以相對的在明天晚上開始 到後天的時候 全台灣的雲層都會偏多一些 而且北方有個高壓系統 在東移就會帶進來 近地面的一些東北風了 有些朋友就問我說 那高山會不會下雪 目前看來到了禮拜四的晚上的時候 水汽雖多 禮拜三晚上到禮拜四 但溫度還不夠低 到了禮拜四晚上的時候 水汽還是有一些 但是溫度狀況有 3500公尺以上溫度夠低 可是水汽量正在減少當中 所以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會不會飄雪在高山 我們就要看看機會了 因為兩個條件都要配合 其中一個不配合 就沒有辦法了 我們接著從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高壓系統已經東移了 明天的高壓系統 到達了日本南方 我們的風向開始吹著東風 其實今天吹東風進來 有一個地方就不一樣了 因為吹著東風關係 使得在西半部地區 被風涡旋影響之下 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在中部跟南部地區 空氣品質狀況 今天偏差 明天也要偏差 等到後天 北方的高壓系統 另外一個高壓系統再下來 這個高壓系統是微弱的 所以北部地區的溫度 其實並沒有明顯下降 只有高溫的部分略降一點 因為天空當中 雲層量來說會比較偏多一些 時間點就會在週四的時候 到了週五的時候 漸漸的天氣又開始 又逐漸的轉為雨後 多雲時晴的天氣了 因為禮拜五的水氣就要減少了 接著禮拜六 禮拜天要跨年了 尤其禮拜天的晚上的時候 北方的高壓東一帶進來 涼涼的空氣 北部地區的溫度只有14度 這是跨年 禮拜天 禮拜天跨年晚上的時候 到了東半部地區 雲層量來說多 會有一點點的短暫雨出現 西半部地區來說是天氣晴 所以你跨年夜的晚上的話 在整個西部地區的跨年 從桃園以南到屏東都不錯 台北的話 當然是多雲時晴的好天氣 可是到了東北角 北部海岸線或東半部地區 雲層量比較多一些 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到了1月1號的曙光 這下子看起來 可能東半部地區的機率來說 偏低了 因為東北風增強了 而且也注意到一點 就在元旦的時候 因為冷空氣的下來 在1月1號的時候 晚上的清晨到晚上溫度 就會在14度的低溫 在中部以北 感覺起來真的有點冷 所以晚上你如果參加跨年活動 時間晚一點點離開 其實都已經午夜了 就是低溫14度 所以要特別注意 穿著方面要特別留意 另外你到了那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去跨年的話 好天氣 和歡山上面只有滿天星星 不會下雪 所以山區的跨年活動 要注意是很多地方在0度左右 所以3000公尺以上都會在0度 那阿里山大概在6度到4度之間 所以高山跨年活動穿著 更要注意保暖 可是沿海的風浪部分 在跨年夜的晚上都明顯偏大 所以你沒事 海邊釣魚的朋友要特別小心 因為風浪 我代表玉米片口感酥酥脆脆 我代表爆米花口感 泡泡脆脆 酥脆代表 泡脆代表 恨請支持 到3度左右 明天的中午舒適 但早晚涼 可是明天晚上北部要轉雨 中部地區明天晚上的雲層量 也會隨著南方雲氣上來 而開始增多 南部地區是中午暖的天氣 但是日夜溫差明顯 東半部倒是早晚有點地形降雨 在東北角道依賴 外島地區來說夜晚還是寒冷 只有12 3度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在禮拜四有一點 禮拜五就轉多雲 接著六日的好天氣之下 你可以注意到 東半部地區倒是有點 地形降雨的出現 禮拜天跨年夜晚上比較涼一點 再來溫度形態來說 稍是早晚偏涼 外島地區天氣涼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夜晚冷穿保暖